当时我也确实是忙 也没发现有什么不对劲 当我阿爸告诉我的时候呢 人已经躺在冰床上了 连话都说不出来了 他真是挺遗憾的 是啊 当时其实挺不能接受的 如果早点告诉我 起码还能培压一段时间 搞的这些年吧 我心里一直 怎么说呢 就是 过不去 对 过不去 我完全能理解这种感觉 我姥姥去世的时候啊 我心里也觉得过不去 那个时候白天上班还好一点 忙呢 来不及想 晚上就难熬了 躺在床上 翻来覆去睡不着 胡思乱想 那时候回 那时候回 当时没有多给她打打电话陪陪她 多问候 多见见面 那怎么办 当时我最好的一个朋友啊 每天跨两个去 过来陪我 她拉着我的手睡觉 她拉着我的手睡觉 我就能睡着了 陪着你就能过去了 嗯 不是 当时也过不去 但是总会过去的 那要是这辈子都过不去呢 嗯 嗯 总会过去的 人生有什么事是过不去的呢 是不是 过不去的也会过去 也对 但是吧 这道理咱们都明白 就是 遇到时候还是过不去呗